計程車的後座門已經打開 卻突然爆發爭吵 一群人從車子旁邊吵到人行道上 一名漢衣男不斷指著人叫囂 這時甚至連手上的雨傘 都變成打人的武器 拿起來揮舞 大家拉拉扯扯 連另一輛計程車上的人 都趕緊跳下車勸架 店家見情況不對 急忙報警 快打警力道場 只剩下其中一方人馬 還在人行道上鬧轟轟的 急忙向警方解釋 剛剛發生什麼事 越講口氣越著急 怎麼會坐個計程車 卻大打出手爆發口叫 雙方散場之後 就來到這個人行道等計程車 沒想到其中一方先上車了 這個舉動讓對方相當不滿 雙方在這裡起了口角衝突 遠景道場釐清衝突 原來當時有計程車在門外排班 其中一方有人先上車了 讓對方相當不滿 質問明明就是他先攔到的 雙方因此爆發口角 還沒上車的三名男子 拿起雨傘痛歐打成一團 導致兩人受傷 最後五人通通被罰辦 不過問蔣若遇到類似問題 都會怎麼解決 誰先招手 誰先看到 第一個看到誰先招手 誰就在誰 我會跟他講 怎麼說 因為我跟他說 不好意思前面先叫的 不是你 那我會開到攔車 不用他前面先攔車 我會開到他旁邊 打小黃也講就先來後到 畢竟深夜時間 計程車不好攔 沒想到這回 為了搶同一台車 在街頭鬥歐 凌晨回不了家 還得進到派出所 TVB是王主席 與台北採訪報道